但是因为他是警察世家出身 他年纪轻轻就有满腔的热血 是同事眼中的破案王 在事发的当下 其实他只差三个小时就要下班了 却一夕送命 派出所的同事在13号哭红了一眼 列队向他致敬 却在喊完任务结束之后 瞬间天降大雨 雨水泪水一起窥蹄 团人列队一次排开 向殉职的三重远警至上最高敬意 一个个英勇警察 再也忍不住泪水崩溃出气 这是瞬间天降大雨 是敲喝吗 还是上天也一同哭泣 能确定的是车祸悲剧 被撞到支离破碎的不止警车 更是一个家庭 气雄骨折昏迷插罐 家属悲痛 干到医院弟弟正一旁 错而崩溃 爸爸当场哭到气不成声 一手带搭黄姓警员的阿嬤 更是强忍泪水摸着酸子的头 忍痛拔管 白发人送黑发人心如刀割 家属是一个警察私家 第一也是我们新北市的警员 舅舅是警察身份鼓励 养和兄弟从事警察的志愿 兄弟都非常的乖巧 警察世家满腔抱负 要当人民保姆 年仅28岁的黄伟正 仅专33期毕业 从仅8年 2020年结婚后 与太太育有一名4岁儿子 美满照片历历在目 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 好爸爸好丈夫 却一心没了 平日上班非常的尽责 也很准时 平时工作优异破案 连连的优秀远警 巡逻班只差三小时结束 却命丧马路 执行无辜殉职 一个家庭心碎 台湾社会也就此烧了一名 热血的英勇警察 记者黄明君 黄韵蓝新闻市报道 优优独立